大家好,我是庫德拳館,官堂A分館,教練梁晴峰 我是菲比 好,今集我會為大家介紹Capture Capture跟上一集介紹的平勾拳有點相同 都是攻擊對手的側面 他們唯一分別之處就是遠近距離 我們會因應你和你的對手遠近距離選擇什麼動作 如果你和你的對手只有一個手肘位這麼短的距離 就適合用上一集的平勾拳 如果你和你的對手有一隻手伸位這麼遠的 就適合今集的Capture 好,我們就有請菲比教練來示範一下 好,先放一個基本的裝 左手微微離開下巴,在肩膀水平附近 然後轉腰轉肩同步伸出你的左手 然後在半肩膀滑個半臉回來 好,接著到右邊 右邊和左邊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但就做多一個動作 就是後腳肘微微離地 出拳的時候 同步轉腰、轉肩和腳肘向外扭出去 就發揮到右邊右吸腿的最大的威力了 好,我們有請菲比教練示範一下 好,我們是有兩個注意事項的 首先第一樣就是你和你的對手的距離 如果你練習比賽的時候 你要和你的對手有大約一隻手伸位的距離 好,第二樣注意的事項就是利用你拳頭的內側去擊中你的目標 接下來大家就看看這個簡單的吸腿對鏈示範 接下來大家就看看這個簡單的吸腿對鏈示範 快點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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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死吧